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着他无可奈何的神情 反问说 难道我就能等吗 如果我不答应 你想怎么样 吕肃微微沉默 最后叹了口气就说 如果你不答应 我也无可奈何 只能从头来过了 我说 你这话说得可真漂亮啊 吕肃收起愁容 最后微微一笑 也不搭话 只是转身朝营地而去 紧接着对哑巴说 我吕肃带着队 不能拆 你们随便 紧接着转头看向我们就说 这儿东西回城 日后再来 冯鬼手看了我一眼 神色古怪 只是凑到吕肃耳边 不知说了一些什么 吕肃皱了皱眉 又看了我一眼 最后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冯鬼手对吕肃说了什么 但这会儿我心里很复杂 没想到吕肃会因为我一个人 放弃这大好的机会 哑巴的主要目的是陈词 和吕肃并不冲突 这二人搭伙在一起 绝对是一支强悍的队伍 但现在为了我 我陈玄活了大半辈子 自从爷爷失踪之后 见多了利益争斗 我没想到在这种时候 吕肃竟然会为了我 放弃到手的利益 虚语 众人收拾好装备 哑巴也没有阻止 只看着我们离开 我看了看吕肃阴沉的脸 心中有些不识滋味 察觉到我的目光 吕肃勉强笑了笑就说 别往心里去 就当没有遇到这帮人好了 我们照样只有回城一条路 白斩姬却带着李胖子停下脚步 阴阳怪气地说 当作没有遇到 绿素 你这话说得倒是轻强味 无用公道也罢了 你有没有想过 这姓吴的赶在前面 就算咱们最后去了 留下的就剩餐羹剩汤了 他要是再狠一点 咱们可是连汤都喝不到 这二人停下脚步 很显然白斩姬是不打算跟我们回去了 吕肃微微一笑说 赵兄弟 吴水这人心气很高 心高气傲的 你年事已高 恐怕他照顾不了你 这话说得倒是漂亮 实则暗指 哑巴可不会像他这样 带着个老头子下斗 白斩姬拍了拍李胖子 冷笑说 我有他 不用你担心 吕肃脸上的笑容 有些挂不住 最后说 后会有期 冯鬼手 吹了一声口哨 我说吕老哥 我这搭伙费 可得涨价呀 吕肃微微点头 笑着说 自然不会亏待你 这会儿 我们还没走远 能看见 哑巴一行人 站在江边的身影 就在这时 哑巴转过头 目光猛然和我 对在了一起 不知为何 我忽然感觉 这一眼中 他一直冰冷 高傲的寒意退散了 取而代之的 似乎是一种 很奇怪的情绪 我一时根本 找不出形容词 只觉得那种目光 并没有恶意 甚至 让我想起了 我爷爷 我不由得 停下了脚步 然而 再一眨眼时 那种感觉 又消失了 哑巴的目光冰了 如同千年寒冰 刚才的一切 仿佛只是我的错觉 这时 我看吕肃等人 紧敏的嘴角 心中有些难受 最后就说 你们回去吧 吕肃抬起头 用目光询问我 怎么回事 我说 有捷径 为什么不走呢 你们跟无水搭伙吧 逢鬼手 挑了挑眉就说 那你怎么办 我不会放弃 这次不行 还要下一次 我自己先回去 黑子吃惊说 那怎么行啊 这地方这么危险 你一个人 怎么应付得过来啊 逢鬼手摇里摇头 是以自己不表态 一切看吕肃的 吕肃淡淡说道 别想太多 实也 命也 我认了 我忍不住笑了笑 说实话 我不知道吕肃 是真的为了我 而放弃这个机会 还只是演戏给我看的 等着我说出 现在这样一番话 让他们回去 但这些对我来说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活了半辈子 什么人值得信任 什么人最终 只能当作合作伙伴 我心里清楚得很 于是我说这么决定 是机会难得 别为我一个人 陪上整支队伍 如果真的如同 白斩机所说的 哑巴先行一步 谁也不知道 会出什么变故 八成到时候 连汤都不上了 紧接着 不等吕肃再开口 我分起了装备 吕肃见我 一一绝 叹了一声 将探阴爪递给我 是以我回城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些东西 探阴爪的制作方法 早已失传 这东西 一般只有 吕肃这样的 大家手里才有 也是一样宝物了 我没客气 接过东西 背上装备包 给众人挥了挥手 是以分道扬镳 吕肃 我听到后面的脚步声 渐行渐远 最终完全消失了 我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紧接着坐在原地 靠着一棵大树 抹出板包烟 默默地抽着 这次机会很难得 我怎么可能 为了哑巴一句话 就回去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和他们 拉开距离 然后跟上去 哑巴等人 装备充足 他们应该会 继续选择走水路 没有了蛇王 其余蟒蛇不足为惧 只要点燃硫磺 便和饮水而上了 我该怎么办呢 我唯一的办法 就是走汗路 将要耗费 更多的时间 而我身上的装备 只有一些食物 医药 绳索 匕首等等 没有什么 大攻击力的武器 而这个丛林 还有什么危险 一切都是个 未知书 但我不是个 轻言放弃的人 这一次机会错过 以我自己的能力 要想组织 下一次聚而亡目 这个几率 实在是太小了 只怕我等不到 哪一天 就会被诅咒 给玩死了 在树下 坐了一个多小时 我估摸着 吕肃等人 八成已经重新启程了 便背上装笔包 往回走 走到之前扎营的位置 果然已经空空如也 而那艘木筏子 也不见了 除此之外 周围还散落着 很多树枝 看样子 他们人多 还做了另外一艘木筏 这就叫 人多力量大 要知道 之前我和吕肃他们 扎那艘木筏时 可是足足用了 两个多小时 而现在 不过一个小时左右 江面上已经不见 他们的人影了 我没再多犹豫 开始脚踏土地 向第二弯而去了 为了安全着想 我一直行走于水路之间 转头可以看到怒江 虽然湿气很重 但除了两棲动物之外 大部分生物都不喜欢 直接居住在水边的 因而水路交界一带 大部分时间 都是比较安全的 约摸半个多小时 离之前那片蟒蛇林 越来越近了 那些蟒蛇 纷纷盘根在 水中树的树冠上 想来是喜欢水的 我不敢再继续往前走 因而绕道 拐入丛林之中 一直远离江边 这才继续往前 果然 这一路没有发现 那些青涩巨蟒 反而是比之前 那一路要更加平稳了 没有出现什么 奇奇怪怪的东西 只是路面枯枝败叶 加上林间瘴气毒虫 因而吃了不少的苦头 这一走 便渐渐入夜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晚上的七点 这个点虽然还早 但是林间 已经快要被黑暗笼罩了 趁着周围 还没有完全暗下来 我赶紧找了个落脚地 是个树洞 以前那估摸着 是什么猛兽住的 里面爬着一些蚂蚁 我点燃一些潮湿的干柴 将树洞蚂蚁熏走 稍微收拾了一下 又在树洞前 升起一堆供货 这才安下心来 此刻黑夜降临 黑暗的丛林中 时不时冒出各种怪异的声响 我蜷缩在树洞里面 根本就不敢申眠 稍微有些不正常的动静 便会被惊醒 如此过了一夜 第二天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继续前行 这时我估计 自己已经过了第二晚了 由于树木茂密 看不见后面的情况 因此我决定到江边去 看看有没有 吕宋等人留下的线索 当时 吕宋只告诉我 要过三晚 但是三晚之后该怎么走 却是不等而迟了 谁知 我朝江边的方位 没走多久 前方的树林里 便猛然传来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是人的脚步声 听得出来 人数不少 我一愣 心说 难道是哑巴他们们 奇怪 他们走水路 速度应该是快很多呀 不该还留在这地方才对 不等我反应 那些人 已经从林中窜了出来 我一看 果然是哑巴的人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